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节目现场 本周美股震荡收高 4月份倒值涨了超过2.4% 表现不错 第一季财报截至目前 表现也是超过预期 投资人此时该如何解读盘式 有什么操作上的建议呢 今天节目很高兴邀请到 海投全球首席执行官王金龙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 最新的美股走势 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海投全球首席执行官王金龙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 点评美股市场的最新发展 Jerry你好 Jerry 美股第一季度的财报季已经进入了中期阶段 本周有许多大型的科技巨头公布财报 而到目前为止 华尔街对于财报的结果满意吗 市场的反应又是如何 现在已经快到四月底了 整体的一季度的数据已经出来差不多三分之一了吧 标普500的500家公司已经有160多家公司已经公开了财报 80%的公司的数据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从这种大型的科技公司来看 包括像谷歌呀 像微软呀 一季度的营收 都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 然后投资者信心现在也在加强 从去年开始吧 尤其是退出这种刺激政策以后 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不断的加剧 广告投放就大幅的下降 尤其是像谷歌呀 像Meta呀 这种过于依赖搜索呀 广告收入的公司 收入在大幅的下降 所以这些科技公司主要还是通过 削点项目 大幅的裁员来控制成本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华尔街还是预期 今年会进入经济衰退的 但是企业现在主要是在削减 在疫情期间增加的这些成本 目前的话市场最热门的就是AI了 就是生成式的AI 尤其是以微软和谷歌为代表的 这些公司都在大规模的布局 其他的一些像亚马逊呀 什么也在开始入局 所以希望在未来的几年 这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了 另外市场相当担心 中小型的银行可能会爆雷 但是根据上周的财报结果显示呢 这些小型银行的财报成绩尚可 这是否代表投资人 其实不用过度担心银行业的风险 现在的话银行业的就估值现在非常非常低了 尤其是从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以后 目前在余波还没有平静下来 其他的像中小型的银行 区域性银行还在继续流失存款 大家还是担心他们本身银行的稳定性了 挤兑已经结束了 但是现在这个大的趋势还没有停下来 然后另外尤其是像中小银行 区域银行 他们做了很多这种 我们叫CMBS 就是商业地产的贷款 大家知道商业地产最近压力很大 尤其是美国这边的控制率在逐渐的上升 还在高位吧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疫情结束以后的话 大家还坚持要远程办公 不回办公室 所以这个出租率的话 还是一直没有升回来 然后另外就是升息以后的话 再融资的成本在上升 所以这个地产违约率也在持续的上升 对区域银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另外市场现在在预期美元呢 接下来可能会随着升息接近尾声 会迎来一波熊市 未来几个月美元对主要货币 有可能贬值超过五个百分点 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这对于投资策略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美元的话 其实从去年的秋天一直已经在下降了 尤其是在这个升息的预期 就大家觉得已经见顶了 实际上这次五月份可能还要再加息一次 但是这个预期在今年年初 大家就已经做到了 总体来说的话 美元现在从去年的115左右的高点 跌到了现在接近100了 就感觉这种回调其实已经到位了 另外就像我说的 美国的经济现在虽然有很强的衰退的预期 但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健康的 这个如果是美国经济衰退的话 其实全球也会进入经济衰退 总体来说的话 美元还是比较值得长期持有的这么一个货币吧 所以未来的几个月 有可能还会继续的下跌 但我们认为就是100左右是一个 很强的一个支撑位了 好的 目前市场对于科技股的看法是不太一致的 那在第一季度表现强劲的科技股 您认为今年的接下来的时间还有表现的机会吗 刚才介绍了就是说科技股啊 其实从今年年初就开始一直反弹 主要是几个因素吧 一个就是我们叫FOMO 就是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本身大家都在持币观望嘛 从去年就一直开始抛售科技股 现在在出底反弹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抄底的机会 所以就逢低买入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然后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我们叫Tina There are no other alternatives 所以就是没有其他的选择 尤其是在区域银行爆雷的情况下 大量的资金流出银行股 就流进了科技股 因为科技股毕竟像刚才我们介绍的微软啊 谷歌呀 Facebook呀 然后苹果呀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 虽然他们基本面也不是特别强 但是这些的收入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然后在削减支出以后的话 还能保证一定的利润 所以这些资金就流进了科技股 但从这个基本面来看的话 就是基本上没有特别好的变化 就像我说的收入没有新的增长点 然后支出呢 把这些可以砍掉的 这些支出砍掉以后的话 也没有进一步削减成本的来源吧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科技股还是挺高的 纳萨克现在PE还在24左右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的 标普也大概在18左右 所以尤其是在现在不确定性 比较强的情况下 尤其是经济衰退 到底是发不发生 是不是会在今年发生 还不确定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今年下半年的市场 还会持续震荡 甚至会回调的 所以今年上半年到现在 纳斯达克涨了14%左右 标普也涨了6%左右 今年下半年如果能够保住 今年上半年这些涨幅的话 其实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乐观的预计了 王总表示 第一季度财报 截至目前有八成的企业财报 抽过预期 主要是因为科技巨头表现良好 不过王总也强调 科技股在营收没有新的题材之下 目前价格已经偏贵了 而另外银行股 虽然目前的估值非常低 但由于区域性银行的存款持续流失 加上这些中小型银行 做了很多商业地产贷款 风险大增 都让投资人是无法放心的 而海投方面认为 美股在下半年会持续动荡 能够保住上半年的涨幅 就是乐观的预期 因此也提醒投资人仍要谨慎的操作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中报的节目内容 提供大家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